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芒种到小满顺应时令 按照每个机器 平均两周做出一件木质器物 一年时间 二十四件木器 形态各异 设计精巧 展现这些独一无二的 手工作品的网络视频 爸爸的《木匠小屋》上线后 全网播放量超过千万 粉丝已经二十多万 随着视频的播出 这些木质器物的制作者 正安全 也成为人们熟悉的木匠大叔 自从这个东西开始 把我的脑洞打开了 我的感觉就是 我做出一个新的东西来 我感觉特别好像有成就感 特别高兴 就是我发明了什么东西 正安全本职工作不是木家 生活中的他喜欢制作一些木质器物 从家中摆放的工艺品 到妻子的生活用品 大大小小一百多件 都是他工作之余手工制作的 尤其是妻子需要什么 他就给它做什么 每一件都是量身定制 让它用起来更舒服 更顺手 这个也是我们家地板 做的一个餐巾盒 完全是水毛机构的 这是一个笔筒 也是一个可以拆卸的 这两个杯子很多年了 他就根据这个做了一个酒架 这就有点小区 厨房里的东西有很多 这个像这个改面杖 也是木头他做的 他自己做了这个米干盖 这个又重他 这样盖得很密封 他做得非常密封 三两米 就是说这个正好我们两个人 是一罐三两米 你拿在手里你会感觉 好像他做的 他这只手就在那里这种感觉了 人家经常做这种小圈小东西 又觉得很傻也很好玩 2017年 郑安全和妻子都退休了 他们想把已经多年 没人居住的老房子收拾一下 那里留下了他们许多美好的记忆 从杭州市区出发 大约20公里就到了唐七古镇 京杭大运河穿阵而过 郑安全出生在这里 这也是他们结婚的地方 这个老房子我从小住 这个老房子我从小住 一直住在这里 这个席子还在 已经三十年的席子 这个房间是我结婚的时候用过的 这个房间是空在那里 空在那里 现在已经长期没有失修了 今天打算过来两个月 我们重新把它修复一下 把它修一修完整 全部修一修好 有十多平方米的楼上楼下 是正安全和五个姐姐 一个妹妹成长的地方 当年十七岁的她 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木工 所以我父亲他跟我讲 就说是不是学点什么技能的东西 所以叫我去学木工 对木工我也比较喜欢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也会做 我就跟他们一起学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正安全从下乡回城到进工厂 再到自己创业做水环境这里 他的工作与木工没有什么关联 只是那几样心爱的木工工具 始终在身边留有一席之地 家里有什么需要 有空就做点什么 这一次正安全要用木工这个技能 自己设计 把每一平方米空间都充分利用起来 重新打造这个家 当年她正是因为木工这个喜好 与妻子金元小相识 那时候金元小家里正好需要做一些家具 我姐姐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会做家具 他带来了 那我印象最深的是 在墙门上一站 这个门就个人很高 就是跟墙门上一站 比我平时看到的人多高一点 就是这个 还蛮英俊的就是这种感觉 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他这个人 跟其他的那种孩子有不那么一样 就只有这种感觉 初见之后 互有好感的二人各自开始求学工作 在相识后的第十二个年头 他们喜结连理 后来女儿出生 两个人都调到了杭州市区工作 搬家的时候 老房子里的旧家具 就没有办法带走了 这些家具都当时的时候做的 这是一个三门大衣柜 胡适 就上海市的意思 胡适一般都是做瓢根线 瓢根一样的 瓢根线 门有线条 相线 这里放放化妆品 配合着一个组合的家具 这套家具 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正安全自己设计制作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能拥有这样一套结婚家具 如实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这也是让金元晓 感到幸福和骄傲的事情 之后的几十年 老房子和那些旧家具 始终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念想 这小家具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威慎下来 威慎下来可以 保留它年龄的样子 就做 那么我开始就做了 做了就是把自己家里的那些 老的东西做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那个小家具 是跟那个大的家具 是相差一比五的比例 所以那个料子特别小 所以我每一根料 做的时候 它的精度一定要很准 折角 做小家具确实比较难的 它的难主要是难的 它的比例缩小了 有些小到什么程度呢 它根本用不了锯子 只能用挫刀 或者把它刀啊或者挫刀啊 扣出来才能扣到一个绳头 它工艺改变了 一比五的比例 我本来就缩小了五倍 偏掉半个华米 半华米就很小一点东西 半个华米的话 它要增加五倍 按照比例说 所以说它做起来的时间 这样比大家要增加好几倍工作量 它靠这个肩膀支撑了 它才固定得好 固定了之后它就摸动 你如果没有这个肩膀的话 换一块木头弄过去了 它就会上下摆动 左右摆动到一个动 它就会上下摆动 它就会上下摆动 一模一样的微缩板家具 一渐渐呈现出来 仿佛当年家中的情景 一幕幕重现 它坐式上全部放在坐式上 一看还是有点壮观 就是一下子感觉 那是不是做了那么多 我说我不是要为了 这个挣动的钱 最重要是 我有这个记忆的东西 可以把它留下来 就这样 工作之余的零星时间 家里装修剩下的地板 和一些零零碎碎的木头 都派上了用场 郑安全的手工作品 给平淡的生活 增添了许多乐趣 尤其是送给金元小的东西 郑安全都是设计好之后 做到自己满意才拿给它 一般说起来我做的东西 他都喜欢的 为什么呢 我在做的工作 还是用心做的 就是我肯定考虑到他点 万一他不喜欢 那多尴尬 神很难得有这种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像我就是很普通 我就没想到 除了管好家庭 什么对家里好 或者父母 什么家里的事情 我就没想到 要干点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 可能我就 思想比较简单 所以他呢 可能就是老是 老是不停地会想一些东西 2015年 正好是他们结婚30周年 郑安全想给妻子 做一件特殊的礼物 七夕的时候 郑安全用六根小木头 做了一个木质项链 送给金元小项链的过程 两个人都记忆犹新 那其实就是给他做一个 做个项链 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想做个项链 这也想了好几天 后来就是想了一个 还是有 还是以结构为主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中国节啊 什么的 这种平安寇啊什么的 我就从这个时候上去做了 那么又要检练一点 就是后来就是做了一个 有六根木头组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虽然看上看似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好像蛮简单的那个东西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它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改革 一个革新 因为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一个东西 我去把它组合了 完成了 就准备了 所以我做好的职务 在结构上比较 突破一样东西 我自己也特别开心 而后来这是一个作为礼物送给他 那他就更加喜欢了 那他给我挂上去这一刻了 我真的是好的感觉 就眼泪在眼眶里有打转 就是这种感觉 感觉很感动 他就笑着 后来看了就 一个老头 再一个老 给老太婆还带了这个东西 就是好像从来没想到 他会有这种好像比较浪漫的这种感觉 这一刻就感觉到还是比较浪漫的 谢谢 我自己感觉就是 我怎么会跟他带 就感觉好像 好像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去带这个东西 但是我还是会比较乐意地去给他带了 带上了他特别感动 感动 我觉得心里面我就是 我这个东西做对了 这个东西好 这个东西做对了 他心里也开心 那我就自然地就心里想好像很舒服一样的感觉 2018年初 唐七古镇的老房子经过一年多的翻修 基本完工 在保留原有架构的基础上 正安全因地制宜重新改造 从地窖到楼梯 门栓以及阁楼都是用石木作为原料 尤其是阁楼的楼梯 完全是石木损毛结构 并且按照金元晓的身材打造 再过几天 就是入宅的大喜日子了 正安全想做一件礼物 在那一天送给妻子 我呢 就是想做一件手术给她 上次做了一个项链 这一次想做一个手镯 一个损毛结构的木质手镯 有了这个想法 兴奋不已的她立即开始设计 她要求有设计感 能够拆卸 组装 还不能散架 美观且佩戴舒适 更为关键的是 金元晓要喜欢 我还不想这种传统的 人家木头又去车一个 什么人 还是考虑到机构上的问题 开始想做一个就是 三块合成的 三块合成的 我想得很好的 就是有个意义 就是我们我女儿我三个人 在刻上我们三个人的生肖 三个人的生肖 合起来都没有 枣子 结果这个枣子设计好了之后 结构上突破不了 没法突破 结构不合理 手镯就难以完成 由于正安全 不喜欢做重复的东西 所以几乎每个物件的结构 都要重新设计 这也是她的乐趣所在 她自学了专业制图软件 木工的图纸都在电脑上绘制 在正安全的经验里 只要能够画出设计图 就没有她造不成的东西 可是手镯的图纸 一张又一张 她都不满意 结构是可以做 但是不完美 那后来我就是 就为这都做过偷偷 很花几天 周深想问题 很像这样子做在那里 你叫她她都不听见 我很欣赏这样的画面 不知道 我就很奇怪 我也觉得自己是不可思议 考虑到手镯的实用性 最终确定了 由四块木头组成的笋某结构 图纸定稿就意味着完成了一半 正安全偷偷测量了 妻子成品手镯的圈口尺寸 保证佩戴合适 接下来就是用什么样的木材 才能完美实现这个设计 还有一个她是不是喜欢 这个木头档次 能不能要提升一点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 锁子很小的一个东西 后来就是选择了一个 叫指数这种木头 比较硬 硬度也很好 而且颜色也很好 好看 看起来比较打气 那我就心里很舒服 这间七八平米的小屋 在正安全家楼下的半地下室 原来是自行车棚的一部分 废弃之后 各家就放些杂物 正安全收拾干净后 把自己心爱的木工工具 一件件都放在了这里 成为了她的木想工作间 每天在这里 做她想要做的东西 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物件摆在那里 正安全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物件虽小 但是工序一个都不能少 四块损帽结构的手镯设计 原以为已经很完美了 没想到在制作的过程中 还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起现我是无线 有弧度的 实际中当然是无线的好看 但是它不可能存在 不存在 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打不开 就做好了之后 按上去很难安张 那种安装方式并不是最初的设想 正安全再一次进行了修改 就是把一个死灯做成活的东西 四块损帽结构 紫苏木手镯已经做成 就等到老房子入宅的时候 戴在妻子的手上 从十几岁学习木工到年过花甲 正安全做过多少件木质器物 已经记不清了 无论是实用性的 还是工艺性的 对它来说 只要有挑战 就乐此不疲 它更希望运用传统木工手法 结合现代设计理念有所突破 这个密码箱 就是它目前最得意的作品 长42.5厘米 宽27厘米 高19厘米 由124块大小不一的木料组成 这里一共有12个可以动的键 可以生一按的12个键 我呢就是把这个盒子呢 就是12个键里面 就是设置了四个 四位数的一个密码 相当于一个密码 就是我就每次要打开的之前 就是你走先一点 就是一定要把密码按对 按顺序按对 你不能按错 按错一个 它就是它重复上锁 这个盒子就难难在什么地方呢 它里面所有的部件 它是以神冒构造来做的 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金柱部件 包括弹簧啊 或者电池啊什么的 反之它的没有任何的外加的东西 全是木头 我现在要来演示一下 好 这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就第四个 它就抬起来 抬起来它就可以打起来 这是一把锁 就是整块是一个锁 里面的东西 里面主要的 主要的上锁的工具 部件都是里面 直接它这种按键 它按下去 它自己会下去 它就是这样 自己会下去 它主要是靠重力 一边重一边轻 要靠直重来 来完成它每一个键的 这个整体的箱子 还有一个特点 怎么样呢 它也是一个可以拆的一个盒子 可以完全把它拆光了 它都是活的 这块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块是最前面一块东西 可以拿掉 拿掉的话 它就是这个板都可以拆了 我就喜欢创造 就想会发明 春节即将临近 杭州迎来了2018年的 第一场春学 这一天是老房子入宅的日子 特别喜欢这个小楼梯 他们很大的人就走上去 绝对不方便 但是我人小正好 上去很灵活的 而且很干干净净 走上去这两边正好 你看我转过来一点都不费力 随便走上走下 这样放的东西 我拿上拿下就很方便 有孩子来玩的时候 我自己认为一个小孩玩玩的地方 拿出来了 这个桌子是这样的 就是我就是想跟你做一样东西 就是想来想去 没有合适的东西 就把他给你想了 就做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桌子就是跟人家有所区别 就是它是用四块木头组成的 你是个拆线 可以拆线的 但是你戴在手上它是拆不开了 拆不掉了 就是戴上戴上 我帮你戴上膜了 那来戴 好 都像传统那种人 关键你喜不喜欢 你不喜欢有什么用啊 记得再好都没用 喜欢 喜欢 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跟我的衣服也很搭 感觉跟我的衣服很搭是 你做得多我多喜欢 正安全的姐姐们 也都回到了老房子相聚 来 让我一下啊 好 来 来 房子修好了 姐妹们坐下 吃饭 我们老房子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里过年了 感情的 是的 就到家了吧 回家了 到家了 干杯 你们爸爸妈妈都看见了 这老房子呢 也是我们大家一个厌想 是我们的根 是我们的正家 很开心 很开心 谢谢 我 对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